昨天台东上规模6.8的强震 在花莲狱里出现了6级的震度 六时石山的民宿也遭遇着强震毁损了 整个农庄的房屋几乎被震到 窗户爆裂 主体歪斜 屋里头更是几乎全毁 民宿的老板戴着安全帽走回家中 还原现场 早餐也是这样子的玻璃 那个磁器都全部都破掉了 这是我们的 你看我们的整道墙都压到这边拿 那一道墙也整个垮下来 厨房的那一面 对 那一道墙整个垮下来 因为打不开了 它打不开了 我的妈妈就睡在这里 然后她被上面的东西砸到头 就这样子抱着这样子地震完 她才走出去 另外一个妈妈是睡那边也是砸到 她那个主阵是怎么摇 她就是好像在摇跪这样 这样摇 然后再跟你这样抖一抖 她是这样子摇 因为我们站在这边 我就看着我的房子怎么摇 然后我的玻璃一个一个一个的爆破 我是在这边看着 我就想说完了 想说是不是所有断层带 就在我们家这里 我们就是这样的话 为什么都会在我们家这边 然后就摇成这样子 然后整个房子晃得好厉害 然后那个我们的里面的八村的那个墙壁 都震裂掉了